Hello大家好我是安芒 今天继续来聊屋檐之下 有人说老没老啊 就看这个老头或老太太 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这个事 然后我就发现说 确实有的老头老太太 他就是使不明白这个智能手机 一方面呢 可能是这个智能手机上面的字啊 有点小 他得拿着放大镜 或者得带着眼镜 另一方面他就是使不明白 他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要后退 这怎么弄怎么滑一下 弄不明白这事 然后但是吧 就是流血滑也弄不明白 这事确实让我有点 有点惊讶 有点大跌眼镜啊 就是上期说了那个猪老爷子 猪老爷子八九岁 无所不能 哎我的妈呀老小子 这一期呢 说着刘雪华 因为我记得这个某女星 曾说过啊 就是权娃阿姨的这个戏啊 就是那个眼泪啊 掉的啊 必须得是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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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演好这个权娃阿姨的 这个女主角的人啊 那都不是一般人啊 这吧 哇 刘雪华 她就是一双这种大眼睛 然后那个能睁着眼睛 那个眼泪啊 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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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来啊 哎我的妈呀 就是她也是其中一个 独居老太太 我想说刘雪华也不大呀 62嘛对不对 然后第一期吧 也是如法炮制嘛 刘雪华啊 就是在家里等着 这个上门来拜访她的 拉红桑 拉红桑这个B站 up主 刘雪华呢 就完全就纯素颜 你知道吗 就一老太太的一个打扮 我觉得还挺棒的 就是你想想 这好歹女明星 不得有点明星架子 稍稍涂脂抹粉一下嘛 完全没有 就完全没有 就在家等着 本来可能就是保姆在照顾她 遛狗也是保姆的事 做饭也是保姆的事 她每天呢就看个电视 她也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出门 只要出门走出个一二百米 就马上就不认路了 是吧 她属于这样一个状态 我就想说 哇塞也挺神奇的 这么一个奶奶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先见着一下这个人物 带两个狗出去溜弯 哇又是忘带口罩 又是忘了穿鞋 又是怎么样 就是一团糟 就这么一个一团糟的一个 刘雪华 刘奶奶 在家里面等来了 完全不认识她的拉红丧 我这拉红丧 这小姑娘挺有意思 成是大学的 成是大学的 毕业的这个小姑娘 应该也是学艺术设计什么的 哇一双聪慧的大眼睛 然后底下一个卧蚕 美极了 我特别喜欢这个up主 就是表达爱意 来表达爱意 手动笔心 那就来了你知道吗 他也是一个 就像小男孩这样的 你知道吗 一看 刘奶奶 刘美丽 还叫什么 化名 你知道吗 奶奶你好 什么的 一看说 你在哪儿好像见过 后来想说 不对不可能 知道吧 然后我就在想说 哇塞 现在你知道 这就是代工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会有那些 就零零后啊 或者是再小一点的 他就不认识 那就是那些 多少年以前的 我们心目中的那些 最佳女主角 就真的不认识 之前不是B站 还有up主说 发现宝藏歌手 孙燕姿吗 那就真的是不认识 你知道吗 或者忽然有一天 可能孙燕姿成为一个奶奶 孙奶奶 最后也拍一个 独居孙奶奶 在家里怎么样的一个生活 就是撤撤撤撤撤偏了 所以呢 想说什么 就是刘雪华 还有拉洪桑 还有一个上戏 导演戏的一个小姑娘 他们三个人 就属于什么 就属于三个 会演戏的女人 一台戏的一个感觉 就他们这个小家庭 三个女人 也是各有特色 你知道吗 你说这个刘雪华 老戏骨 就不用说 对不对 拉洪桑呢 平时也老拍一些这种 扮作什么的 这种古灵精怪 小可爱 另外那个上戏 那个小女导演呢 就小人精 就是非常的圆融 非常懂事的 那么一个人 然后就是他跟拉洪桑 两个人 形成这个性格的鲜明对比 拉洪桑呢 其实是一个 有点色恐 轻微色恐 然后有点人群中独自 所以我觉得 就是这三个人 在一块的这个戏 略微这个表演成分 就是要高于那个 猪老爷子和阿雷 就是另外那一家子的事 知道吧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就是职业 有职业素养 就是被职业训练出来的 这个东西 他一定是会带有着 在镜头前面 就是第一次可能还会有点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样第二天 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就是已经自带 创造力和表演性质了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所以这三个女人 在一起 也会有一些些小抓 然后比较有趣的一点 是刘友华 恰好也在 演播室外的 嘉宾观察团里头 所以说很多这种镜头 包括拉洪桑 一个人 自己在自己的卧室 他自己在干什么 或者是另外的小姑娘 在说什么 这种东西 他之前是没有看过的 他是既作为 在其中表演的一个 表演嘉宾 又作为观察团的一个嘉宾 他有双重身份 你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创意 有设计 很有趣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 哇塞 刘雨华 刘女士 真的是一个 怎么说呢 真的是一个 就是 就真的是一个 心境非常透彻 然后心思又非常纯良的 那么一个 小老太太 对她也这样 所以这个其实也跟 她这个人的 一些独特的一些 经历有关系 对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 她曾经跟刘德凯 处了那么一段 是吧 处了那么一段 之后还 怀孕的期间 刘德凯出轨 非要娶一个法国女子 结果她一着急 哗着哗一脚 结果就严重流产 也从此 没有了生育能力 然后呢 也就这样 也就导致了 为什么她现在是 独居一人 没有孩子的一个情况 对吧 而且已经独居12年 独居12年的原因 是什么呢 也不是她没有遇到爱情 她之后又 嫁了一个编剧 知名编剧 叫邓玉坤 还是怎么样 但是那个编剧呢 也有一天 从楼上坠落下去 不知道是意外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就是什么 就是真的是一个 让人 让人心疼 很命苦的一个女人 有时候你看她 那个大眼睛张 扑隆扑隆扑隆 那个眼珠子掉下来 我心里面就会揪一下 我觉得哇塞 这个女人 可能她真的演的每一场戏 那个眼神能那么通透啊 她演的能那么真 能那么好的 妥善把握每一个角色 那种心理状态和心境 可能她真的是把自己的一些经历 融入到那个角色之中了 对就是会让人心疼的 一个小老太太 对 对不知道 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吧 反正就是 特别是看到她在 这个嘉宾观察团 那一些表现啊 包括一些点评啊 什么的 我觉得她又优雅又知性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就是我不知道 还有这样的机会啊 能够认识到刘月华 除了她演太后啊 清宫戏啊 包括什么群瑶剧 背后现实生活中她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有这样一个途径 和机缘能够了解 她是一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就是节目组 真的挺用心的 一个经历过那么多 风风雨雨大风大浪的人 到底能把生活活成什么样子 就我觉得这个是会让我好奇的一个事情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刘月华的这个part 是这一点会让我特别特别的 特别特别的想看 继续追下去的一个点 就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啊 就是那被踩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给拉红丧 画那么精致的妆容 你知道吗 我觉得拉红丧在那个 就是她最好看的是那一双大眼睛 清澈透明的大眼睛 和她那个卧蚕 我的妈那卧蚕 我也稍稍有一点点 我是眼袋 她是卧蚕 我的妈 她那卧蚕 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 真的太有个性 太好看了 太独特了 哇塞 整个给她 这些全部都弄完 对吧 就是花光一打 精致的像个 像个小玩偶一样的 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不是我们的 我们喜欢的拉红丧了 对吧 你好歹保留一下 她这个人最珍贵的一个特质 对吧 就她那个美丽的那双卧蚕 扑扑扑扑的大眼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化妆师 就是稍稍也不用化那么精致的妆 你知道吧 就是偶尔有时候其实素颜 我们看着其实更舒服 对吧 好吧 所以今天聊了个啥 也不知道 就是因为这个节目 我才追了两期 所以呢 等后面这个 我都看全了之后 再跟大家出一期 来聊聊 我之后的一些观后感 和一些想法 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两节目的话 给个三连呗 粉一下 好吧 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